好的,歡迎各位來到DA的FGO攻略影片 是的,又來到了泳裝活動的後半部分啦 不知道大家前面農得如何 是不是真結局已經打出來 而且拿到黑針的本分了呢 那麼接著,我們就來看看 後半有什麼追加的新東西吧 首先是三個新開的地圖 基拉維厄火山 敵人是單純的槍和隨機的狂職夏威夷基 這邊有基礎約6000的活動力 素材則是金閃和咪咪鈔票的複合 其他還有龍牙和逆鱗 敵方最大血量在18萬上下 跟前面的關卡差不多 茂納凱雅火山,狂職關卡 掉落的有探球力,咪咪和BB鈔票 素材是膽識和八連雙金 茂納羅牙火山,劍官,空想力,BB和金閃鈔票 是來這邊的主要誘因 精靈根和鎖鏈這兩個掉落物為主 這三關的點數都是前面的1.3倍 單論效率來說是比較好的 BUT 這三關最大的問題就是W2 也就是第二波敵人都只有兩隻 1隻10萬出頭的大怪和2-3萬的小怪 對於NP回收吃緊的雙數獅匠狂藍體系很不友善 即便以NP回收較好的伯爵來處理 也會有需要吃牌才打得死的問題 那劍官用阿塔喵喵加上NP回收或是填充的衣服來處理第二波 應該沒什麼問題 不補到的情況 狂關或槍關可能就得補上換人禮裝和孔明來拉NP了 那麼要選擇前面或是這邊來農就看大家自己的習慣囉 隨著後半主線開始 大家一定也會覺得 欸奇怪了 怎麼兌換和點數都找不到泳裝黑針啊 那我的寶武怎麼辦呢 欸不要擔心 深寶具用的泳裝黑針就在追加的挑戰關卡裡面 隨著主線進行會跑出4關的蟹毒4面體 呃 機制有點類似單人打的RAID 複數血條的關卡 微雞雞的大街 關卡1 敵人是Moon Cancer的夜之殺生院 可以的話建議留到晚上再來打 因為白天他會有個全部減傷且不可解除的被動戰 總血量為130萬 第一次最多能打掉20 再來30萬 最後則是要打兩次的40萬 也就是最快也要4次才能結束 除了原本殺生院有的技能外 Wolfganga Street 沃爾夫剛街 這因開始捏他夏威夷的牛排店 每回合補3000HP 持續5回合 秋餅亂舞 如果我方沒有嘲諷的時候 每回合會指定我方其中一人攻擊 同時第二段血後 開場會直接滿氣 因為寶具有無敵貫通 如果你沒法一擊殺的話 就要考慮降氣或是封寶具的對策 那最適合對付Moon Cancer的就是 鐵拳聖女馬爾大 那唯一要注意的是殺生院 他有對Luda的特攻 所以你還是要小心他的傷害 4面體制2 魔神助耶乃 哦 好像很好喝耶 總血量160萬 第一階段的30萬血要打兩次 第二階段50萬血一樣要兩場 總計最快四場 如果是在每個輪迴第四日後才去打 會因為熟成的效果 每回合呢 他變成會補兩個氣格 開場會丟哈根蒂調味法 使我方前排中毒每回合損血 那其他技能還有像是甜食之客到來 減少我方全體的NP和中毒 降防以及解除自身的弱體 那需要注意的是 寶具會讓我方的中毒損血效果加倍 疊起來之後很痛 建議速戰速決 第二階段的時候會多一個回血5000和解弱體的技能 稍微注意一下 一樣 打手可以選擇克職的泳裝馬爾大 那白症因為可以解毒的狀態 要上場也沒有問題 四面體之三 AE直接的泳裝BB配雷 要是在晚上去打的話 會多一個暴擊威力提升的永久buff 可以的話盡量白天去 跟殺生怨剛好相反 總血量160萬 前兩段的血量分別為35萬和45萬 都只要各打一次 開場會讓我方全體灼傷狀態 第二段則有50%機率不會受到B卡的傷害 建議呢 帶上藍或綠卡為主的角色上去 打完這兩色後 會變為夏威夷女神的波莉阿胡化身 一樣 晚上戰鬥的時候 會降我方前排全體BAQ的三色卡性能 那麼 除了皇女本身的自帶技能外 她還有個必中三回合 以及每回合回兩氣的特殊性能 第二段血後 還有著50%機率免除A卡的傷害性能 雖然乍看之下很難成 誒 可是你看到沒有 數值 你有誰 騎金石 數師匠 丟上去 結束 四面體之四 Fordina的BBB 總血量180萬 如果你在前三天去打的話 會降低我方前排的防禦力 永久不可解除 那麼她有四個階段 分別是30 40 50和60萬血 若能通殺 最快也是四場 第三段開始後 開場會直接滿氣 BB自備的技能 她有之外 還多了無敵貫通 和降我方全體NP獲得量的50% 整體來說 要打快 可以考慮A1直接的莉莉絲配舒適獎 或是機械龍娘配梅林 用最大火力輸出 避免長期戰 打倒四個四面體後 再結束最後的主線 就會有了本次的高難度關卡 8 days great final 高難度關卡呢 依照慣例 敵人是前次2019的全體泳裝敵人 兩條血 會以原本的樣貌出場 血量大概三萬上下 BREAK後就會變成了泳裝版本 本次高難的從者沒有特殊技能 所以我們只要來注意一下 BREAK時的特殊效果就好 弗蘭BREAK的時候會解除自身弱體 升攻降防三回合 小金星是暴擊威力提升 信長是NP充滿 這大概是最有威脅的一個了 尼托是迴避一回合 不過要注意 尼托的氣格會從5變成3 所以要注意被丟寶具的風險 黑傻的則是降我方打心率 算是最沒有威脅之一了 尼露則是會衝一格氣 伊斯塔降我方全體攻擊 大體上來說 要注意的就是部分從者 BREAK後氣格都會變短 以及不少人都有自衝或全衝的技能 戰線拉太長容易有風險 適合這關的除了有慣例 車輪戰之王的金閃賴光之外 不業術的王特攻可以對應到 信長、尼托、黑傻、尼露等4人佔了一半 北斋也一樣是一半的人數 那都是可以考慮的主攻首選擇 整體難度來說沒有很高 但因為高達8人的車輪戰 是有一些翻車風險在的 如果真翻了4個令咒 我覺得也沒什麼關係啦 那麼2020泳裝三期的活動介紹 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下個應該是復刻的FD 然後就會接上萬眾矚目刷香刷到死的金閃技 好好期待吧 那麼喜歡影片的話 按個訂閱、點個讚或加入會員支持下我 那麼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拜拜 準備好了 決定了 你 你的武器 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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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武器 是 請 請 好可怕 也有幽靠 也有不见 也有这样的事 好 那些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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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古龍龍 把猛被打破 那些是怎樣? 那些是 蠻殼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